2月2号网上曝光了一段赵又廷的专访 谈起高圆圆又是狂洒了一把狗粮 真不会是女王夫妇呀 之前被大秘密吐槽自拍技术太可怕的赵又廷 被问到最近自拍技术有没有提高 非常可知的回答 我去锻炼这个干嘛呀 锻炼这个干嘛呀 记者问到高圆圆会不会嫌弃时 赵又廷又连忙强调自己能把高圆圆拍得很美 但不是因为自己的技术 而是高圆圆随便怎么拍都好看 我会自拍但我会拍人 我可以把它拍成 没有我 而且其实说实话 那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你看你最想拍高圆 就是什么拍都行 到底是情话之王 简直是心不及防的放了个闪光蛋呀 对于平凡秀恩爱被拍 赵又廷直言求放过 不是可以要给大家撒狗粮 我们已经非常低调了 就不要再拍我们 没什么好拍的 就放我们一马吧 也不是刻意要给大家撒狗粮啊 我们已经非常低调了 看到这么耿直的赵又廷 本身们直呼 你要不要这么逗 笑死我了 超有趣的赵马克 芒果老新闻 把生活播成偶像剧 赵又廷和高圆圆也太幸福了吧 都打 歌手林有佳 晚婚里的心 台北迷你Live 一日接连两天开唱 唱过很多大型演唱会的她 现场超兴奋 直呼离歌迷好界 这次音乐会也是林有佳 音乐宣布升级 当爸爸之后的第一场公开演出 现场歌迷也超级兴奋 林有佳 现场除了唱好多首歌 还自我剖析 不爱讲话 场面简直超温馨 大家都在看表演的时候 那个表演的人一定要一直让场子很热 可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那表演的时候都不要讲话 我是就是当歌的时候才被揪成这一点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冷场 大家觉得她受不了 那我没有觉得 对 但是你知道 今天入行十年 所以会越来越做自己 所以我建议很多时候 可能就真的不会 不会讲什么话 音乐会中场 林有佳还清唱抖拳 嗓音超级迷人 不得不说 林有佳唱歌是越来越好听了呢 现场还狂飙高音 真是让现场的歌迷们超级惊喜哦 我愿意抵抗拳 你不要想我 你不要心裡沒有前半破 我不要動我 你跑著家把那邊都不停 你將會繼續叫什麼 我都不講我 我無緣無緣無故的 你先去我 你不能多點久 我不住不見我 我沒有前骨前半 我沒辦法 你也也也也也也 你待見 我也不願意 人生一点都已写 诺过了雪下 花点 梦念的夜幕 一种满满的世约 浪费世界 徘徊到何世间 昨天一天 诺过了变好多长短片 还去被告别 爱错过了变好多长短片 花点 梦念的雪 心疼的云热血 诺过了变好多长短片 我们初从前 2月1号 迪马西出席2018一带一路国际品牌春晚活动 黑色西装搭配小礼节 竞选高贵优雅 举手投足签 却是端庄稳重 在晚会现场 迪马西不仅被授予了中哈友谊大使称号 同时也获得了中哈友谊突出贡献奖 恭喜进口小哥哥啦 接受采访时 迪马西透露了自己的工作计划很多 但会努力调节紧张的节奏 中文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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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满 但是我比较少年的生活活动 但是我们的老师早就一直说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活动 我们都会想和你一起去做 例如我也是我的 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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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代一路 国际品牌中文 習近平主席 把一代一路 带向世界 带入人心 我们也希望 2018年 一代一路国际品牌春晚 作为一个中国品牌 走向世界的桥梁 将中国文化 中国城市 中国品牌 走向世界 音乐无国界 芒果老新闻 还是很想念小哥哥的歌声呢 报道 近日 记者在某汽车工艺之业的活动现场 拍到了张信哲 田亮 叶依倩 郎郎等众多明星亮相 纷纷为工艺事业助力打高 除了助力工艺事业 最近刚刚发完新专辑的张信哲 作为名副其实的情歌王子 这次也是依然给大家很多经验的音乐作品 张信哲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专注地做音乐 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而当天 娱乐圈模范夫妻田亮和叶依倩 也是夫唱夫随 除了一起亮相谈 夫妻俩更是给春节开车回家的人们暖心提醒 这年关将至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踏入了回家的大潮 明星们的驾车友情提示 可以说是非常暖心有爱啊 而他们纷纷加入公益事业当中 也是身体力行的帮助弱势群体 大家还是像这样的偶像榜样看齐吧 慧英红 红姐 这晚在香港 举行58岁生日派对 但就差点被刚刚公布订婚起训 而在生日派对上 被记者追访的宾客中心童 抢尽风头哦 不知道红姐会不会建议呢 我不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刚一直来的时候 我知道她今天会到 我一早就知道她会到 可是昨天发出来这个新闻 我知道她 我还想她可能不会到吧 然后我知道她到我都很紧张 我还叫我司机开快一点开快一点 我要去抱抱她 她做过我两次女儿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乖 实在是一个是比较清纯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知道她今天发布结婚了 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 哇 终于好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 对 所以我刚才看到她 她是真的挺新闻 因为我很恨她 两人一见面更来个拥抱 更互相送上祝福 红姐更表示要沾沾阿娇的喜气 难道红姐也想快点找个伴 是啊 因为其实一直都希望有找到一个伴 那现在新娘在这边 当然要见见她的喜性 对 如果待会我见到老板 我跟老板说能不能帮帮忙 老板好像是很多年龄比我大一点的男生 对 因为我其实我一直 我都没有碰过一些男生比我大一点的 对 所以基本上是真的找不到 那红姐会接受姐弟恋吗 呃 这个应该不行了 这个应该不行 踏入58岁 红姐的生日愿望又是什么呢 希望身体健康 因为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那希望今年拍的有好几个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在19年的时候上演的时候会可能再充斥奖项吧 看来已经六度丰厚的红姐 还想要再破纪录啊 香港报道 讲述现代都市中励志故事的影视剧 向来是最受观众欢迎的题材 既然有市场 那么制片方们肯定不会过啦 这部21日都市励志剧 美丽剑习生在重庆举办了开机仪式 该剧制片人王子健 王超导演行中其子文 主演马春瑞 李博仪 罗鹏简历文 田蕊 胡雨轩等主创戏述亮相 开机发布会现场 该剧讲述了从农村进城寻求梦想的快餐服 原今美丽在遭遇嘲笑 挫折等困境后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成为国际名模的励志人生故事 大概是因为有过离家在外独立奋斗的经历 因此主演们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 多少会有点感同身受 不过即便是有过相同的经历 但对于如何呈现剧中人物的复杂个性 几位演员还是觉得压力山大 我对美丽这个人物有很多的感触 就是我要开那个什么挖掘机 我好期待我会怎么样开那个挖掘机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那么刘泽宇在戏中呢 对于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戏中的刘泽宇 他是患有回避型人格障碍症 那么这种人格障碍症它最表象的一种症状就是 他想去爱尽美丽 但是他不能去爱 也不更严格意义上表达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敢去爱 那么在这种情感上的控制来说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尺度的把握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毕竟才刚开拍 演员们大可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既然能被选中来出演这部剧 那就说明身上具有与剧中人物相符的特质 当天导演也说了 每一位主演都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定下来的 相信他们能演绎好自己的角色 这部戏呢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的一个美丽的故事 一个这样的一个戏 这个整个的每一个人物呢 都富裕的拼搏 活 立志 青春这样的 我们选择每一个角色呢 从他们身上呢 都能看到剧中这个角色的 这个人物的这个气质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呢 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暖心的 立志的 在这个 在各种大城市化这种发展的趋势当中呢 大家呢在迷茫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找到自己的温暖 除了演员给力之外 美丽见习生作为一部都市时尚励志剧 片中展现的时尚穿搭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据悉此次美丽见习生启用超强制作班底 补妆 造型 美术 化妆等 均为优秀的制作团队 且当天在采访时马春瑞也透露自己会私下跟造型师商量 保证能让造型贴合每个阶段的人物状态 有一些沟通 因为我想美丽它从小的环境影响 可能对自己的时尚认知会比较欠缺 然后初期的一些扮相可能会比较偏吐气一些 然后也会跟造型师他们沟通前期中期后期会有什么样的造型变化 根据人物的进展然后去决定造型还有服装 要知道马春瑞可不只是在造型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 他对于自己的表演更是花了许多心思 其实马春瑞之前也饰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积攒了不少经验 相信会对他这次的演出有很大的帮助 会有其实之前那几部剧对我现在的帮助特别大 因为一部拍过来也会经历很多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能说是什么波澜吧 就是每个角色他都会在我心里种下一个小种子 然后积累起来 所以在拍经美丽的时候 我会把我之前积累的东西都用上 期待美丽蜕变 重庆报道 许位周一日首度踏上台湾土地 上百名粉丝集结桃源机场街机 粉丝举着印有周周头像的醒目 挑服大声对偶像表白 只见周周一身黑色的休闲连帽衫 配上爽朗笑容帅气登场 一出炸机后就被散个不停 这超高人气果然是国民老公代言人哟 非常开心我都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嘛 挺感谢大家等了那么久 然后终于见到大家了 非常开心 当然这次周周来台湾也是带着任务的 新专辑终于出炉 还不赶快给魏忠疯狂打抠 工作虽然重要 但也要趁机好好放松一下 台湾素有美食之城的称号 不知道我们魏州除灯宝岛 会去品尝哪些当地特色美食呢 每食就都吃 什么饼啊 是什么饼吗 我也不记得 反正让我的台湾 让我的台湾朋友来带我去吃吧 希望我们魏州可以度过一段愉快的台湾之旅了 寒冷的午后 静静地听一首好听的现场演唱 果然是享受呢 你们一定以为 小编我今天来到的是 唱作艺人陈辉宏的音乐会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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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我今天来到的是 巨国娱乐与星耀传媒 严吉佑三方的战略合作发布会现场 陈辉宏可是来位活动站台的 除了陈辉宏 影视红星郭一扬 贾斯特 孙应飞 张信源等诸多艺人 也在现场同大家一同见证了 巨国娱乐与星耀传媒 严吉佑三强联合的文化跨界新机动 据了解 本次战略合作中 严吉佑将作为强大的平台提供方 巨国娱乐旗下的文创艺人 及商务资源 将作为战略合作的内容提供方 由星耀传媒作为资源整合 进行众多项目推进与合作 星耀传媒与严吉佑 即将联合推出合作刊物 而巨国娱乐也将为刊物的内容 提供更多优势资源 除此之外 将联合严吉佑中国店铺平台 促进更多艺人活动 与文创产品的开发 三方的战略合作将开启 数个专案企划的巡回签设会 异能发布会等 同时也将从单一的IP入手 引申出更多相关作品 周边产品的定制 及配套展览 阿娇中兴童自从半年前 跟有一届王阳明之称的 赖宏国交往后 一向对感情势低调的他 也常常晒出跟男朋友的甜蜜合照 晒着晒着 这天就晒出个钻戒来了 粉丝们都心情复杂 各种类流满面 这天阿娇特地出来见传媒 接受大家的祝福 只是就忘了戴戒指 阿娇说是在生日被求婚的 不过问到求婚过程 就显得相当害羞 在家里阿 对 因为 因为我生日前一天就是演唱会嘛 对阿 就其实也真的蛮惊喜的 但是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这一个其实我想找个时间 把它带出来介绍给大家 让他自己说 对这个其实蛮激动的 因为我毕竟是人生的大事嘛 我在想公开公布这个事情之前 想了一段时间 就要踏出这一步真的是要勇气 哇 公布完之后 我脸真的哇 红到了 就红了几个小时 还有这心动人加快这样 很紧张 不过 交往才短短半年 到底这位婚夫有什么魅力呢 其实可以说话 他超过一百分的 他对我很好啦 我觉得是 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我觉得不是求婚的那颗 是他平常的 就是从很多的小事 加起来感动到我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异地嘛 他愿意去飞来飞去 就算很累也好 他也会就是愿意去 维持我们这段关系 我觉得很重要 至于婚礼方面 阿娇就说还没计划 有消息会再公布 不知道阿萨会不会跟上脚步 实现Twins一起结婚这画面呢 香港报道 金歌热舞 演绎热门金曲 竞选女王风范 一场超震撼的视听声盛宴 简直让人大呼过瘾 现场林志炫也大方透露了 一把人他的小目标 一把人的目标 我每年都会替自己定目标 就是唱得更好 那一把人的小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比一切演唱得更好 可能会有 希望能够唱到更多好听的 就是很多的新作 或者是其实 在影视啊 跨界的这种 主题的演出等等 也许 而最近被粉丝贴上 活鞋歌手标签的杨宗伟 接受采访时 也是哭笑不得的做出解释 其实我也没那么 因为可能我跟圈 我在圈内比较少 去接触 然后我也少 就是我认为朋友 就是一两个就很足够 我是那种人 然后我也比较少去 做一些宣传啊 或者是形象上面的塑造 当没问到是否想尝试 跨界时 这次圈欧霸和曾尊伟小哥的回答 如出一辙 都表示只想专注做音乐 蒙古老新闻 出现这些谦逊又低调的优秀歌手 在音乐支部上一路前行 全民老公许卫舟现身2018 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录制现场 一身潮气西装 加上帅气容颜 一网打尽广大少女心 出生于1994年的许卫舟 以演员身份出道 但凭着对音乐的热爱 和自身不断的努力 获得了2017亚洲金曲大赏的 内地年度最佳新人 而此次 安徽卫视春晚 更一连献唱荣耀 向着光亮那方两首歌曲 我觉得这两首歌曲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特别充满正能量 一首是向着光亮那方 另外一首是荣耀 我觉得这份荣耀 就是献给大家的一份荣耀 然后向着光亮那方呢 其实是一直以来 我自己希望 作为一个艺人的一个初衷吧 向着光亮那方 永远向着前面前方前进 除了超高人气 近些年许卫舟在影视剧方面的曝光率 更是来势汹汹 势不可挡 其中同张天爱张若云合作的 爱情情话论 开机之际便引起 广泛期待 而大日男神更透露自己在剧中的角色 那可是相当霸气呢 我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霸道总裁 也不算霸道总裁了 其实就是一个职场上的精英 投行精英 不过据说全是这样一个气场铺开几公里的帅气欧巴角色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毕竟在剧中同张天爱张若云等人气演员同台表现 对于经验相比较少的卫舟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哟 其实我和他们合作还挺有压力的 因为相对于天爱和张若云 我觉得我作品比较少 也经验比较少 所以我也是下足了功夫 尽量是能够跟上他们的脚步 所以这部戏呢 我自己是 比如说 特别走心 特别认真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演技有任 就像你说的 张若云是得到认可 那我也希望像张若云一样得到大家认可 所以作品就是一个个来 我觉得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戏做好 我觉得大家会看到的 而今年更是我们卫舟的本命年 相比一定会开门红红红咯 至于春节有何安排 时尚先生也是相当传统又怀旧了 应该是和家人一块过吧 2月1号 林欧佳在台北举办了自己的个人音乐会 吸引了1100位歌迷不为寒风到场支持 此次音乐会 林欧佳亲自拟定了20首歌曲 包括白昼之乐 艾错 兜圈 伯乐等 男体歌迷的安口声量 又搞加码再唱了《颜色》 定文期也挺着三月多的运渡为老公的音乐会助阵 当天他身穿黑色宽大羽绒服戴着口罩 眉眼带笑 据悉此次音乐会所得收入扣出成本后 将全数捐出 曼谷老新闻给优格点赞呀 发声音乐会 发声音乐会 乖乖乖 九啊 九啊 哈哈 啊 七十 来哦 啊 啊 我们喜欢 虽然寒流喜港 但有这位 男男偶像在 现场粉丝们 早就不冷了 韩国男星朴炯植 去年凭人气韩剧 大厉女子都凤顺 而人气直升 朴炯植 这天更现身香港 举办记者会 为即将举行的 粉丝见面会造势 除了大派爱心红粉丝 朴炯植 更先提早 跟大家拜年啊 公园发车 新年快乐 啊 虽然朴炯植 对见面会的内容 大卖关子 但提到最想合作的 香港演员 朴炯植就表示 最想跟他合作啊 我从许多加 我从许多加热情 很开心的 我从许多加热情 都没有拍到 片段 一直以为 行动的 演员 我从许多加热情 也一定会 做到 朴炯植 真的会 我拍攝不上拍攝 基本上的聚會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多次拍攝 我會拍攝 我會拍攝 我會拍攝影響 我會拍攝影響 我會感激和感激 新的一年 不知道朴總之又有什麼目標呢 我拍攝影響 我會拍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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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也要保重身體 不要累壞啊 香港報導 日前情歌王子張信哲 冒著暴雪 從三亞趕往合肥 堅情加盟2018安徽春晚的錄製 胭脂這瑞雪之景 我們阿哲一身紅色風衣 搭配暗紅色毛衫 喜慶又帥氣 現場更大方透露 將在晚會連唱三首 時間都去哪兒了 難以抗拒你的容顏 以及大家耳時能想的愛如潮水 特別傷腦筋就是怎麼選擇 這個適合今年的演出 然後呢又可以 又可以有新歌 又可以帶給大家 懷念老歌的這個曲目 所以其實怎麼說呢 我也特別精選的 我覺得真的還蠻適合過年的三首歌 張信哲在音樂的路上 從不間斷 這些年來更大膽加入 諸多前衛元素 在回憶景點之後 電音加無曲版的情歌王子 不知道你還hold不hold得住啊 當然因為剛剛發了一張新的專輯 那在專輯裡面其實我已經嘗試了 包括電音 但是大家不要誤會是電音舞曲 並不是 我是把電音放到情歌裡頭 然後包括民謠 還有一些書情搖滾等等這些 所以其實在2018年 我還是第一個 那就是希望把這些歌好好的推廣 而除了音樂上的不斷突破 我們阿哲18年 可是有一個身份上的大轉變呢 除了近30年的阿哲 C生活卻相當低調神秘 幾乎於非文絕緣 不過這次 他可是首次突破自己的界線 跨界文壇 一本自私 簡直讓人好奇到不行哦 18年對我來說 也是另外一個身份的開始 因為配合這張專輯呢 我也寫了一本書 然後當然 當然我並沒有要朝這個 這個寫書的這個作者上面發展 但是呢我覺得 在每一張專輯裡面 其實我有很多一些文字的想法 我就把它集結出來 然後呢 出了一本跟整個 我的音樂生涯有關的書 跟大家分享 期待新書早早面世 讓粉絲們能看見更多面的阿哲 就比如 哲吃貨哲啦 瞧 看到安徽的臭豆腐 我們男神更加神采飛揚啦 豆腐肯定吃 因為我特愛毛豆腐 真的啊 您可以吃的習慣嗎 我可以 很多外地人受不了那個味道 我特別喜歡那個味道 而且 而且他們還 我還吃過一個 就是跟著那個鹹蛋黃 一起煮的毛豆腐 哦真的 那您是很會吃的 肉末碗南 很獨特的做法 所以越臭越好 不過 最好吃 也比不上和家人的一頓 文心年夜飯啦 其實 住在家裡聚一聚 然後吃年夜飯嘛 那所以 每年其實 如果有春晚的演出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回去跟家人團聚 但是 今年就很開心 今年就是 已經訂好了餐廳 然後呢 跟家人好好的團聚 對啊 眼看著進入了春節團圓的倒計時 圈裡各位藝人的行程也是忙不停 為粉絲們送上自己新春的祝福 近日 讓世界充滿愛 2018春節特別節目在京錄製 著名演員劉勤 相聲演員陳漢百 劉濟 青年歌手呂維 周深 陽光等現身助陣 節目總導演徐曉莉表示 此次的晚會和以往的春節聯歡節目略有不同 整臺節目將以溫暖記憶歲月留聲 匯聚公益中國力量為主題 就是在這個春節的這個文藝節目的那個同時呢 我們加入了很多公益的元素 打造我們這一台公益性質的一台春節晚會 我們作為一名普通的文藝工作者 應該用自己的一技之長 用自己的在舞台上的一個正面的一個形象 去傳播更多的真善美 讓社會上更多的人能感受到關愛 感受到溫暖 而且這個主題就是叫讓世界充滿愛 而我們現在朗誦這個主題是呢 就是題目就叫讓世界充滿愛 我覺得當前我們的愛 是要愛人民 愛祖國 愛一切真善美的 所以這個愛啊特別是重要 相聲作為傳統的藝術表演形式 一直深受廣大觀眾的心愛 更是春節期間的重頭戲 錄製當天 著名相聲演員陳漢百 劉濟 就特意帶來了自己最新原創作品的舞台首秀 二位也透露在2018年 自己新的影視作品也會和大家見面 不過啊 雖說如今各種跨界計劃仍在籌備 兩位也表示不管怎樣 還是離不開相聲的老本行 萬變不離其本吧 還得以相聲為主 因為從心裡說我們是說相聲 第一個是有門戶 第二個呢是相聲給我們的一切 所以咱們現在都說叫不忘初心 我們也不能忘相聲 對 不忘相聲不忘 跟蹤相聲 對 對 對 幹這個事業就得堅守在這個崗位上 為這個事業得做出自己 畢生的奮鬥和努力嘛 節目錄製現場 除了有各位藝人前輩的加盟之外 燕雨菲 莊鴻渝 兩位實力新人也為大家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快過年了 然後希望各位觀眾 在新的一年裡能 事事順心 然後學也有成 事業有成 我的話呢 就希望在電視機前的你們 就是狗年行大運 然後大家步步高升 所以說如今 藝人們在鏡頭前 忙著為觀眾們送祝福 拜早年 不過私底下 其實也都希望可以和家人團聚 這波小哥哥周深就開心地表示 今年可以回家了 因為我有大概七年左右 沒有一起在家 跟家人一起共度春節 包括去年的時候也是 因為一個活動在國外 就是給國外的咱中國人民 帶去春節的問候 也沒有跟爸爸媽媽 然後這次終於能夠 跟爸爸媽媽一起在家過年 我還挺期待的 對 幫老師你往後去看最後 老婆往下接 往後你遠一點 怎麼了 站起來然後保安哥 就拿去弄書說吧 那我們家媽媽 有兩位 有兩位 有三個議員 你們兩個 OK 我叫沒有幾位 3 2 1 走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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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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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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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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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